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邓丽君的声音可以说是一起绝尘,凤飞飞,欧阳飞飞,邓丽君,姚苏荣四大哥后,每一位都曾给那个时代注入动听的旋律,在那个不是很开放的年代,他们四人都先后因为进唱歌曲被警告,尤其是姚苏荣,秋水一人,今天不回家,复新的人,这些被视为经典的歌曲中都有那个年代格格不入的元素, 英红的唇,火样热烈的碗,也不能留住复新的人,难道说你是草木,姚苏荣一个被时代忘记的顶尖歌手,一个让周杰伦传承的歌手,一个让张国荣如痴如醉的歌手,一个让邵逸夫亲自迎接的歌手,发生在他的事情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,如今的他又在哪里呢? 实力派歌后姚苏荣,过去以一首电影主题曲《今天不回家走红》,不过,他最终于事业高峰之际退出演艺圈,直至今日都未回到目前,直到近日他的近照曝光,让大批网友惊讶不已。 姚苏荣引退后近年都定居集龙坡,近日,好友透过脸书晒出他的近照,如今已经78岁的他看起来状态依旧相当好,气质出众,除此之外,姚苏荣有人过去也曾透露姚的现况,除了潜心修佛外,平时也会跟好友们一同聚餐。 姚苏荣在演唱《今天不回家》后,歌唱事业推向高峰,也经常受邀赴东南亚演唱,如今已经78岁的他,其实早在2021年就曾接受直播节目专访谈到养生之道时,则透露自己爱吃,但会克制自己不过量,平时也喜欢走路,晒太阳等。 8月28号晚,据新加坡媒体消息称,姚苏荣早已经移居大马30年的时间,近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,姚苏荣已经有一年08个月的时间没有出门,不过姚苏荣并不担心,也不像往城市生活,而是寄情于田园,再加上家中有三个保姆,生活自然富裕无忧愁。 近年来,姚苏荣开始有了信仰,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抄佛经,很多成名的艺人都没有用自己的本名,比如说成龙,刘德华等等,姚苏荣也是如此。 不同于这些人,姚苏荣是被收养的,出生于四川贫困家庭的姚苏荣,父母姓刘,家中有八个兄弟姐妹,为了让所有的儿女都好好活着, 所以姚苏荣的亲生父母就将其送给一对没有子女的好朋友,好朋友夫妇姓姚,这才有了姚苏荣这个名字,后来因为各种情况,姚苏荣的父母辗转来到岛内生活,天生的音乐感觉,再加上当时岛内的音乐水平很高,姚苏荣便喜欢上了唱歌,在当时,歌星并不是一个很让人认同的职业,所以姚苏荣的养父母十分反对这件事情,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姚苏荣唱歌的心,偷偷买了火车票到歌厅演唱,1966年,姚苏荣参加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,由于歌声优美动听,获得当时评委的高度赞扬,由此获得冠军,并与当时的海山唱片公司签约,从而成为乐坛的新秀。 一年之后,姚苏荣唱了一曲让人至今都难忘的歌曲《那就是复兴的人》,这首歌曲所包含的情谊直到现在都让人感到迷糊,不过也是这首歌成就了姚苏荣。 当时在岛内有邵氏电影的经理马方宗,听到姚苏荣的歌曲《秋水一人》,并为其取名类吟歌后,从此姚苏荣在歌坛有了封号,树立独特的形象。 1969年由珍珍主演的电影《今天不回家》迅速在当时的影坛掀起一阵风潮,甚至波及到香港,演唱这部电影主题曲《今天不回家》的姚苏荣也自此走上人生巅峰,由于复兴的人以及《今天不回家》都在当时被列为禁歌,所以姚苏荣也有禁歌歌后这个称号。 邓立军和姚苏荣相差八岁,但却被列为同一个时代的歌手,两人在1966年首次登上群星会,不过姚苏荣到香港的时间要早于邓立军,所以整体来说,在这个阶段比邓立军还要红。 因为电影的火热,从而带动歌曲演唱者的火爆,当时姚苏荣赴港的时候万人空想,邵氏电影总裁邵义夫还亲自到码头迎接,并立邀他拍片,姚苏荣成为第一位从岛内红到香港的歌星。 当时的香港娱乐圈涉及到整个东南亚,在经纪公司的力推下,姚苏荣的名声传遍整个东南亚,再加上深具特色的歌喉,姚苏荣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号东南亚歌喉,此后的项雾又像花,情人的眼泪等等都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。 伴随时代的进步,餐厅秀也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,电视成为当时的主流,因为不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唱歌,也不想再次融入电视的时代。 所以姚苏荣选择隐退,这一年他46岁,1991年姚苏荣结束泰国演唱会,第三天便宣布隐退,隐居吉隆坡,自此过着田园隐居生活。 这期间,他爱上了写字,描摹书法,每天抄精送给困难人,不管认识不认识,像过往唱歌一样,天天自在。 07年周杰伦与桂伦美的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上映,并收获了不俗的票房和评价。 这部电影中有那么一个场景使用了姚苏荣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,使退隐的姚苏荣歌声再次风靡,姚苏荣本人深感意外。 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非常喜欢的歌曲,同时也是张国荣的最爱。 第三十届金马班奖礼上,姚苏荣以三首歌曲风靡全场复兴的人,今天不回家,项雾又像花。 坐在下方的张国荣厅后,主动到后台找姚苏荣合影,并留下了这珍贵的一刻,退下光环,享受生活。 姚苏荣过得十分快乐,不过因为疫情,她已经有两年没有和子女见面,所以十分想念他们。 1991年举办完泰国演唱会后,姚苏荣依然决然淡出演艺圈,让外界相当哗然。 但对她来说,这并不是仓促下的决定,因为后来的餐厅秀渐渐没落,电视节目成为了主流。 她自认已经不再适合这样的环境生态,直言自己旧了,曝光少了,决定收删,与其有一天不小心被市场淘汰,不如潇洒地转身离开。 之后她已狙击龙坡近两年,疫情期间未出家门的日子,她依旧保持快乐平和的心,她会上YouTube找很多喜欢的歌,回味以前名曲,同时也吸收新一代后辈歌手的唱法,还笑称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。 姚苏荣对于音乐的爱好没有消失,许多年轻后辈的歌曲都有在听在研究,甚至当成一种功课,会分析不同年代不同的唱法。 这样的心态,也让她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一些。 姚苏龙表示,自己还非常注重养生,虽然爱吃,却要懂得适可而止,不要过量,从年轻,岂就保持每天吃一颗鸡蛋的习惯,走走路做运动,疫情时喜欢坐在床边晒太阳,如此闲适的生活,让她对佛学也大感兴趣。 她说我每天都会抄金给苦难的人,不管认不认识,这对我像唱歌一样,每天如一日,过去的丰功伟业,也早被姚苏荣抛在脑后。 我不恋从前,过去的奖杯紧急都丢了,现在生活简单。 据悉姚苏龙育有二子一女,孩子住在台湾,疫情前经常去探望孩子,然而因疫情,姚苏龙和孩子已有两年未见,但重视亲情的她仍天天和孩子们视讯,其余的时间,便和丈夫一起窝在家里养养老,家里有三个女佣的她也是非常惬意了。 说到这个,姚苏龙的情感经历里还有个小趣事,据说在她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婚姻,因为养父母是空军家庭的背景,她学校刚毕业就嫁给了中校室官长,是养父的学生,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,她与那个军官离了婚,后来便与印尼哥王武景山相恋并结婚。 而姚苏龙透露,她曾在未婚的时候摸骨询问婚姻状况,没想到算命师竟然摇摇头说嫁一个,离一个姚苏龙笑回那我不离呢? 没想到,算命师居然相当坚定地说由不得你,不知道是否暗示,姚苏龙的感情路注定坎坷,但好在虽离过一次婚,她如今跟丈夫却也相伴多年,可见算命先生的话也做不得数,被问到人生有什么遗憾, 姚苏龙若有所感地说有得必有失,没什么遗憾,尘世纷扰三千事,她选择泰然处之,一笑而过,也因人生无穷她心灵,富足外界再多的盛情邀请,对她而言也仅不过是过眼云烟,放下就是放下了,定居吉隆坡的姚苏龙早已脱离歌坛,金马奖曾有意请她回国,演唱她当年唱红的歌曲,但是一直无法与她取得联络, 最后姚苏龙透过家人转告,目前她生活安定,不想曝光,只希望踏踏实实的生活,当年的歌声就让她随着岁月远去吧,许是疫情无处可去,生活太过无聊。 也有唱歌的天赋,之后走入了歌坛,给一代人留下美好记忆,周杰伦在电影里,用她的歌掀起一波回忆,姚苏龙将自己的情感,充分融入到演唱的歌曲中,也正是因为这样,她的歌曲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,不被冲走,始终散发着光彩,人生到了这个年纪,肯定会回收以往的岁月, 但姚苏龙对自己的一生却没有遗憾,陈世芬扰三千世,泰然楚之,一笑而过,无欲无求,心灵富足。